我當初想說 嗯哇怎麼感覺蝦棋是怎麼每個變聲音效都像唱歌一樣 夢想成真 哈囉各位 今天又來了我們絕對不會發片一個禮拜三 雖然禮拜三已經過了 但是沒有辦法 這一盒終於送到好不好 就是花了我一點多時間啦 有點久 但是沒關係 至少送到好不好 至少我們禮拜六禮拜日是有東西可以玩的 然後呢 今天會加拍這支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這一支的內容物實在太龐大 我不可能下午一兩點送來 晚上六七點發片 這樣我會死掉 所以呢 我決定多加拍一支 讓大家看下最速的開封啦 再來就是說 因為是最速開封 所以我決定再搭配一些我最近買的東西 滿滿的運輸漿 就知道這些東西非常的貴 但是呢 沒有辦法 我看就好想買了 然後我就把它買下來了 那我們先看一下深圳 再看SHF5 好吧 來各位 第一支畫是我們的刃王劍 這個畫就是Saber的一個最終形態 這個的話我明天會再跟大家做個詳細的講解 因為我要先講一下 網上噴塌的人應該已經非常之多了 基礎型態金剛掌跟最終形態差不多 其實是有些更改 我一等班也是有更改 如果你們仔細看的話 跟基礎型態對比 它的火焰是比較猛烈一點的 但是不得不說 這支的遊玩方法還是非常有趣好不好 然後呢 後面的玩法 這支有點多好嗎 然後我是從Amazon訂的 基本上我訂回來的價格是1940左右吧 有點貴 因為有含空運費用 當地運費 宅配費一些有什麼的 加起來 就加快五六百塊的鑰匙 所以我們還是稍微玩一下給大家看好不好 然後明天的話 我們再仔細看它的外盒跟它一些內容物 哇喔 比我想說還要長欸 喔喔喏嚏哦 吼嚏 inse校 它這個劍是有加場的喔 以往的身體應該都只有這一段欸 然後上面的話 又再多加一段 然後看來整形的個玻璃感比較 Rifung 感覺是有從匕首申請成劍的感覺 我稍微把他裝了電池 好 我稍微把他開機信一下喔 這支燈光效果不錯欸 然後呢 我發現它對於聲光效果是有明顯的提升的 你有發現 它的光效 還有聲效 其實是蠻強的 然後我們稍微這樣整隻快速的看一下 明天會有更詳細的開箱 讚讚讚讚讚 然後我先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說他這隻的話 匯集了10個聖劍 唯一不包含的聖劍的話 只有人數那把不死鳥劍而已 其他全部都包含了 然後重點是 因為他匯集了全部的力量 所以他可以使用所有聖劍的力量 火水雷 土蜂音 最上面的話就是 罪光暗劍跟神代兄妹那兩把劍 所有的聖劍的話都是可以自由選擇 就是你只要這樣拉上去 這樣子 我直接稍微隨便玩 就是說他聖劍除了使用一把之外 你也可以使用復速把 只要你這樣來回來拉就可以了好不好 很酷很酷很酷 所以我明天測試的時候 應該會測到瘋掉 因為他好多 然後他這一把劍的話 基本上也是有搭代語音模式喔 有沒有最經典的台詞 我們現在變成最終形態的一個基礎形態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明天我會說明 不用急 哇這代經音不錯不錯不錯 他這次音效我是非常非常滿意的喔 神学者的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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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初想说 嗯 哇 怎么感觉 虾棋是 怎么每个变成音效 都像唱歌一样 梦想成真 真的直接在开机唱歌啊 我已经能遇见 明天影片 应该少说 也有15分钟吧 大家加油 但这整体的唱起来 真的是满味的 這算是我們任王界的一個簡單開箱 明天的話,會有一個非常非常詳細的開箱版本 所以呢,大家就期待一下 來各位,最後這兩大牌最近送到的一個SHF 只有其中一盒是有預定的 然後剩下都是後追,所以呢,我花不少 我有預定的話,一共是這兩盒 一個是Real Rising Hopper真最終形態 就是在劇中完全覺醒覺悟之後的一個狀態 這一整次的話,跟基礎形態的模具應該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難怪那個蝗蟲已經完全覺醒了嘛 在後續劇場版,難怪變成01的時候呢 其實基本上也是變成這個形態 所以呢,如果你沒有基礎的話 又想要入一隻基礎的話 我反倒是比較推薦你買這個會比較好 各位,我預定香香的一個真骨雕 神主牌形態 這一盒終於到了,終於到了 太開心太開心了 我覺得現在應該也不貴吧 雖然有漲一點點啦 但是現在價格約會穩定在2600到2700左右 甚至可以挖到更低 你們有興趣可以找找看啦 但是這一隻好像會有一些災情 所以我稍微把它打開看一下 頭上的卡沒歪 怎麼感覺眉心在那邊塗到你怪怪的啊 應該還算是可以過吧 到時候我們開箱會仔細看一下 所以呢,這差不多是我們最近發貨的一個DKD神主牌 OK,現在開始都是後綴部分了 第一個的話是我們的 千奇 千奇這隻的話也沒有漲多少 進貨的話我有看到2800左右 我這隻高校好像買2300還2400啊 有點忘了 有沒有,這是我們的一個千奇啊 嗯,帥帥帥帥帥帥帥 喔喔喔喔喔 這個的話算是我個人 靈異裡面最喜歡的一個形態啊 Shining Hopper閃耀蝗 蝗蟲,他的皮套真的設計太好看 然後這隻SHO實體的設計非常不錯啊 他這一整隻設計啊 基本上跟皮套的感覺真是沒差多少 喔喔喔,帥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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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整隻我個人覺得算是體態最好看最好看的一隻啊 所以我個人算是蠻推薦入手的一隻 這一隻的話是閃耀突擊蝗蟲 我要先說一下啊 我個人覺得他在劇中也不錯看 但是呢,這隻SHO我覺得做的有點太瘦了 他整體的身形比例是偏瘦的啊 但是我發現實體好像比我想中壯一些 但是我覺得這隻還是要再壯一點會更好看啊 這一隻的話應該算是下01系最便宜的一隻啊 廣拍價差不多2100啦 但是我個人覺得可以再更低 差不多可以低到1900到1800 應該算是沒有問題 這一隻的話算是前一陣子水漲船高的一隻啊 這一隻的話是我們的金屬王蟲 這一隻下目前的行情價2600到2700左右吧 有點貴,但是呢沒辦法 因為這隻真的人氣太高,而且他真的設計得非常非常好看 欸帥帥帥帥帥帥 這一整隻我覺得塗裝塗得非常之不錯耶 整個銀色就是非常非常之亮啊 這隻我個人覺得他是蠻值得入手的啊 如果搭配我們的千奇會更好玩喔 四千韌解好不好 非常非常誇張的一隻啊 這隻長到... 我有點不太知道該講什麼 這一隻的話我個人覺得 他真的是長到太誇張 蠻不推薦大家入手的 如果你們不急的話 其實可以考慮等他翻外篇的那個新型態 我覺得那型的一定是會出的 但是就是可能會跟 Beautle一樣 隔二至四年左右 可能才會幫他補齊啊 因為這隻的價格漲幅 漲得跟股票一樣 真是沒有辦法接受 但是我還是買了 開玩笑 四千塊讓他近一點看一下啊 嗯其實整隻我覺得很Q耶 未來的這隻也是會幫大家開箱的OK嗎 好啦各位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一個快速開箱 好不好 我感覺這支影片應該也爆炸了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呢這隻的內容物真的太廣大 稍微玩一下影片就稍微變很長啊 01系的SHF我也差不多入手一半左右了 只差每次播今來還沒入手 嗯 蜜也真是有夠貴的 但是我應該還是會買 沒有辦法 所以呢01系列的話 我們在未來應該是會有一個計畫 可以幫大家做個大補完啦 因為我覺得 必須是屬於任何第一位 不補完的話有點可惜 然後呢 基本上我們今天看一下這些SHF啊 呃 除了千奇韌解之外呢 基本上算是瞎蠻多一個現貨 只是吃現的話一定比較貴就是了 這沒有辦法 沒預定 只能乖乖的繳碎 我也是繳下去了好不好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一個快速開箱 然後明天的話會有一個任王劍的一個完整開箱 好 如果喜歡的這個情報 在別人的影片下方 每週每週五下午再見 掰掰